民间警友站日前举办新就任站长交接暨顾问联谊活动 都位议员也前来共襄盛举 除了对就任站长长长久以来的辛劳与付出表达感谢与肯定 也期盼新任站长能继续当警方的后盾 我们非常感谢之前的吴站长在过去九年内 对民间分助所的支持跟帮忙 期待说陈警案陈站长接任辛子以后 能够帮不住我们民间分助所 不管在治安交通或未免服务工作方面 能够来支持我们所里面的同仁 我们今天看到他的交接 可以来选择另类交接典礼 让大家感到非常感动 当然我们也希望南投分局 在警察执勤的方面能够更柔信 透过警友站的支持 能够让我们地方上警察的印象越来越好 警力的资源有限 但是民力的资源是无穷的 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站长交接典礼 一起来发挥我们的爱心做公益 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警察同仁 我想是两全其美 我们期盼说大家都是当我们警察的后盾 在这里阿康先感谢到我们五岑长 过去为我们民间粉丝所所付出的 让我们民间粉丝所所有的治安 他都真的来配合 真的来贡献 再来就恭喜到我们新的丹岑长 他的计刑会加重 但是他跟阿康交代说 他一定会正义的专业 来倒下去我们粉丝所 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作 新任站长陈景翰 特别以爱心参会的方式 为台中起名学校募款 期盼在现场人员发挥爱心 踊跃赞助下 能够为起名学校的四丈学生募得款项 帮助他们圆梦 在这一次的一个交接的典礼当中 把这个金友站的这个站长的位置 今天来办一个承接 那最主要的目的还是 希望我们金友站的各所所长 还有这些长官 还有丽临的来宾 来为我们来做一个残位的募款 那希望在全国的这个四丈生当中 让他们有在音乐方面的启蒙当中 更一个圣根 让在未来的当中 能活出更漂亮的自己 那其实在学校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愿意带孩子走出学校 毕竟他们的才艺 透过这种走出来 才能让外界去认识他们的特殊的专长 透过希望课程 我们也将孩子的才艺展现得更好 除了关心我们的警察同仁之外呢 也做了我们募款的动作 要来帮助我们起名四丈的朋友 来做一个募款 期盼在现任站长上任后 对于预防犯罪协助社区治安与交通 建立警民合作关系 帮助行政业务推展 提振警察士气等 有更好的提升与帮助 民意新闻林家会民间采访报导 设计区 加油 介绍 对 出品 输的 曳 称 気